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许晨 另外是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看到有一件事在连登仔的讨论区 我看到你们拿这些来讨论吗 挺有趣 因为我们以前看到有泛民 抗争派等等 他们就叫到拆天 他们就呼吁全香港市民要什么什么 但到最后可能无疾而终 或者搞不到什么出来 正所谓时间会证明一切 现在的连登仔就拿出来说了 他们的题是这样写的 《香港有什么?之前很多人反对》 但最后就证明是正确的政策 那些连登珠珠就一起说了 咦?我吓了一跳 我想大家都猜不到 根据目测来统计 反而是我们猜不到 他们那时候抗争 说到瘋的就是高铁的一地两检 这个项目当初反对得很厉害 尤其是有泛民的带领下 令到在香港的民意里面 反对声音就蓋过了很多支持的声音 记住当时有公民党牵头去说这些 他们是零射有说服力的 可能是神经病 他们哪里有说服力的 畢竟是大壮党 有梁家杰 又有生于乱世的余若美 又有吴海宜 再加上杨岳桥 还有陈淑庄 每个人都是律师 是大壮党 吹他不胀 拔他不胀 当时你见到他们又说了一份 说一地两检危险 又说各地 当你说他们是乱说的 一定会被人一夜扮 人家真的是大律师 你懂吗?你懂法律吗? 人家一定懂过你 这样说一说说一说 你再用你的理据去搏 他们有无限连遇这些 那就搞笑了 他们说到这么危险、夸张 又说有什么神秘B5那层 因为他们当时是立法会议员 能够走下去看高铁站如何 开起来 又说有什么暗格 还是暗房间 好像是要拖进你进去 我不知道现在高铁都用了这么多年 也不觉得有什么人消失了 甚至乎现在连灯仔他们都大赞一地两检 正东西 当然正啦 挺方便 没了的话过关了 不是很烦吗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什么都要急 什么都要快 你说出iPhone 15和iPhone 16都要换机 不是除了盈之外 就要快 这个也是颇为重要的 你慢一点 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 对不对 他们都觉得很赶 我看到有个年灯珠珠这样说 结结 如果没有了一地两检 香港人 每个都要深圳站排队过关 哇 还要内地每个站都要安排人手边检 那不是很惨的 哇 原来他们都懂得玩 当然是惨的 我相信现在这班人有这样的说法 都是因为他们亲身感受过 一地两检的好处 现在看回头 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愚蠢支持过那些 可能支持过梁家杰 支持过杨岳桥 都觉得自己傻了 有份一起说一地两检危险 可能真的不敢再认自己有这样说过 不要认 还有他们对于什么都会觉得自己傻了呢 例如就是想当年的基建关于将军澳线 原来那时说起的时候有人说是大白杖 还说 哈 将军澳都要起港铁站 只是巴士小巴都够了 哇 现在回带来看 是不是傻的这些人这样说 当然了 如果现在回带来回带来 但是那时很多东西都未知 再加上这班人又声大大 所以让民意反而更加倾向这班泛民 总之有理无理 说要越建这样越建越成立 一定会说你是浪费 就说你是大白杖 哇 现在最令人觉得震惊就是高铁 高铁我们看到联登珠珠 他们很多都说 对呀 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喊反对 但是现在用过或身边人用过之后 都觉得是好东西来的 是很棒的,我看到有一個連登珠珠說什麼呢? 他就說起高鐵是正確的 還有增加地鐵的鐵路網,例如沙中線、屯馬線 那也是,當你親身感受過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沙中線 又說這裏的工程什麼什麼什麼 又說不知道挖到什麼出來 又說這裏的地板又嵌了下去 然後再建那裏,那裏會嵌還是怎樣 那時候說得很誇張 還說到如果有土瓜環站那裏 土瓜環不知道那裏會嵌下去 你真是傻的 現在回看就覺得這班人很低B 幸好我沒有聽過那些人亂碰 但是在香港當時來說 真的有很多人 被他們碰到猛的 支持他們 如果這些系列的項目 沒有辦法上馬 被他們拖倒的話 如今應該是損失非常慘重 帶來大家的很多不便 還有 看到連登珠珠都認為 因為高鐵站 建在西九那邊是正確的 再去笑 想當年 有些人說 為何不建在錦上路 可以繼續省錢 甚至可以讓那邊發展 如果真的被人緩小到爆炸了 不是吧 要我搭到錦上路才能坐到高鐵 你想想 要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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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那些行李 坐港鐵 坐很久 坐到錦上路 想起都瘋了 因為其實也是 當然瘋了 還有錦上路 那裡又隔為偏僻 一個這樣的位置 如果成為一個中轉站 你說多煩呢 而且會變得很不方便 假設 你內地下來坐高鐵 來到香港 一出門口 錦上路 四野都是荒山野嶺 然後你就要 推著行李 再鑽另一輛車 才可以出到市區 那整件事就變得 很滑契、很麻煩 但是現在不同 西九龍這個位置 一到站 就見到市區 去酒店又方便 去哪裏都方便 如果當初搞到錦上路的話 那你就弄很多的 不單止港鐵要接駁車 巴士、的士全部都放在那裏 在一個荒山野嶺 那有什麼好呢 還有亦都會造成 當地整個民居和環境 會變得很吵雜 也不一定 另外 亦有提到 有人在這裏拉布 說不是你們支持長毛嗎? 為什麼現在又怪責長毛 就是覺得他們拖一下拖一下 不斷鬧、不斷拘捕的話 搞到超支和撥款又拖延又成長成本越來越高 因為現在大家發覺高鐵或建造港鐵或其他不同的基建等等 原來是有用的 例如連登珠珠連港珠澳大橋玩得成精 為何他們這麼厲害 知道在哪裏上上下下 究竟港珠澳大橋有什麼配套設施 例如有什麼食店可以買東西 哪裏有汽水機 他們都很清楚 那就好 玩熟了就容易玩 因為那時候他們說要反對 覺得是大白象 那時候還有打風 為何沒有吹淡到港珠澳大橋 即是未開始用之前 現在不說了 試過之後 很多人就是這樣 自己失敗的事就不說出來 如果你現在說出來 就只會被人笑到面黃 時間驗證了 那班人拉布 其實拉來沒意思 到最後又是要去蓋 蓋完最慘的是什麼 蓋完還要有用 那時候你們的拉布 令成本高了這麼多 之後那些 又是要港人埋單 因為大家見過有錢派之後 連登珠珠他們的角度就是這樣的 如果不是被那班人拉布 搞到浪費了這麼多錢 否則特區政府會派多些錢給我 這算是妙想天開 但他們再貼出來的 例如西鐵 很多年前2004年的時候 他們都說過 西鐵是一個大白象工程 需要去徹查 請問現在西鐵每天的乘客量是多麼誇張 因為當時很搞笑 你看到一些報道也覺得好笑 啟用了4個多月的西鐵 每天虧損 仰望500萬 乘客人數大約只有10萬人次 只及啟用前估計的客量一半 如果政府不快點止血 這項投資額超過460億的世紀工程 就會淪為浪費公帑的大白象 情況甚至比長期虧損的屯門輕鐵更嚴重 你想想 大家知不知道 西鐵後來人承搭的數量越來越多 曾經多到有人登廣告 請人幫他坐著位置 挺有趣吧 還要這樣嗎 是的 那位姐姐住在美孚的OL 她說西鐵來到我都沒有位置坐 她請人幫我從屯門站 屯門還是小康站 一開始好像是這兩個站 你便幫我坐著位置坐著位置 然後我來到美孚 你便下車便讓位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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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我便可以由美孚搭到尖東 便舒服一點 是無縫對接的 是嗎 還幫你暖和位置 暖和位置 那時候就吵了 現在他們都覺得 是呀 真正的 還有 有些覺得高鐵未必適合他坐 他們坐黃岡巴士 各人的生活模式或使用的模式都不同 例如三歲分流 當初有人留到什麼街 現在就覺得OK 其實也很好 現在還說我下班 快要回家了 傑傑 那便好 其實如果大家再回帶 再想想當年 荃灣站 那時候那些村民 類似圍村或其他那些 要拆了那裡來建荃灣站 是抗爭的 拿了竹子和竹枝來打得厲害 現在大家都已經驅往意了 不過你說泛民那時候 或者有這麼多不同的政策的時候 你們又搞到這麼多了 現在本來支持你們的連登珠珠 他們都 覺醒了 簡直是 不僅僅 還有很多樣都是 領會上市 原來連登珠珠也覺得好 可能是 也有吵 也有吵的 炒股票的炒 我們也撿過一點點 這些就不要提太多了 拒旺意 放得太快了 領會 然後變成領展等等 其實也有好有不好 另一個層面來看 令一些商場改靚仔 整件事 街坊走起來就會舒服一點 例如你以前也不敢想像 我這裡的商場怎麼會建成這樣 又會有麥當勞 又會有艾家樂 又會有酒樓 吃來吃去都可能是冬菇亭 那些大排檔 你說不是不好 但相對地 衛生環境 還有不及得有些連鎖 你來到的真的有些好東西吃 不用每次走出去 真的差很遠 其實不單止泛民方面 可能某些方向媒體 那時候也會這樣說 港府巨額貼高鐵 公帑淪為提款機 這樣說這些話 現在就能夠印證到 可能一開始花費是不少的 這些基建 沒有辦法了 一開始不是乎那麼多人用的 可能慢慢就會發揮到 真正的功效出來 當然也要配合內地的配套 究竟是怎樣 以及發展 大家才會慢慢用下去 例如還有三跑 他們現在都會賺回頭 會覺得應該是對的 等競爭力就會在 因為那時候又會吵冤巴斃 三跑又說環保 然後又說 其實這裡飛那邊降下 然後那邊上 然後那邊下 於是就不用起山跑了 很多人在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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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久 也是那句 時間去印證整件事 行的倒是覺得沒有問題 其实这些事情,建立一项基建,能不能赚钱回本 一般市民是没有这样的认知在背后 没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整件事 因为你建立一个基建,不是为了收过路费 收多少过路费,去到什么时候回本 不是单纯是这样的 一项基建建完之后,会产生经济上的效应 是不能从那本数捕上量化得到的 例如,内地的高铁就是一个好例子 其实内地高铁在帐木上是长期亏损的 但是内地的高铁是能给到整个国家在运输方面全面的提升 大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往来是更加方便 令到不同地方的经济的连结更为之紧密 这些是很难从你的帐目上量度的 所以能不能够有足够去理解这件事呢? 其实普通市民本身都需要在这方面提升当中的认知 但是当时这帮泛民就是利用市民的无资 来推进他们所谓的政治议题 继续造成这么大的反对声音 现在回头看这帮泛民是多么可乎 最恐怖的是当时世神匹愿要去支持他们的人 都会这样出来说 这才是最丰刺的 我也很期望有一天看到梁家杰 或者余若薇 或者其他什么吴可怡 那帮人去乘坐高铁 第二天又去到上海 其实挺好玩的 我一次也挺想试试的 有机会我也很想 最近在媒体看到田北辰 一家人大有小 有老有乱一起试试去上海 挺好玩的 挺过瘾的 应用了一招 对 就是过瘾 对 睡着 第二天明天到北京 由西九龙到北京 睡一晚 都可以省回一晚的酒店钱 也挺梦幻的 那种感觉 其实还可以的 哎呀他这么有钱 私人飞机不宜 最近G2 不同的 一来不同 二来就是G2000 这样的景 有些租金也不肯减 对不对 当是这里给他自己 精神胜利法 过瘾一下 不要紧的 每个玩法不同 不如这样 我们这次暂时说到这里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